卫生福利部107年度金卓越社区评选小组 日前往南投福山社区进行实地考评 福山社区经过县级评鉴结果成绩优良 推荐参加绩效组的比赛 福山社区号召居民全力以赴 并且积极准备评选资料 展现近年的发展成果 希望能为南投争取全国最高的荣誉 卫福部金卓越社区评选小组 目前往南投福山社区进行实地考评 受到居民热烈欢迎 评选小组在听取理事长庄明虫简报后 进行业务书面审查 以了解福山社区近年发展成果 卫福部检任视察王彦琴表示 政府的施政都反映在基层社区里面 未来社区有两项重点 第一是强化社会安全网 第二是整建公共服务据点 所以要靠大家群策群力 政府的施政都反映在基层社区里面 所以我们很需要社区的民众 大家一起来配合政府的工作 我想我们未来的 有两项社区工作的重点 第一个我们就是要强化社会安全网 第二个就是整建公共服务据点 社区的工作都是要靠大家群策情律 特别是理事长、总干事、理监事们以及志工们 他们长期在社区里面付诸 我想要代表政府像我们这些志工伙伴们 说一声谢谢 社会及劳动处长林俊武表示 县长林明珍很重视社区 因为社区是政府很多业务的第一线 福山社区这次参加绩效组比赛 虽然竞争激烈 但相信一定会有好成绩 县长林明珍对这个社区的这一次的选拔 可以说非常的重视 所以在长时间就要我们社劳处全力的来加强社区的准备工作 社区是我们县政府很多业务的第一线 所以社区的发展是相对就非常的重要 那这次参加我们北台湾总共13个县市的这个选拔 可以说竞争非常的激烈 那我想我们福山社区这一次的选拔一定会有很好的成绩 谢谢他们的努力 南投市长宋海林也表示 福山社区在短短几年获得大家认可 是社区居民共同的努力 也希望这次能受到卫福部肯定 让我们越来越好 福山社区在短短的几年 从默默无闻一直到现在 获得大家的认可 就是我们的礼尚的带领之下 所有的这些志工非常投入 非常认真 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够受到我们 卫福部给我们的肯定 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些社区呢 大家努力啊 向福山社区这样子一起来努力 不是为了得奖励而是让我们的社区越来越好 南投历年来参加中央社区发展考评表现良好 各界有目共睹 期待今年推荐的社区 也能再次在全国社区发展的竞技擂台上 展露头角 永夺佳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